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疫情一发生 日本政府就表示将全力协助中国抗击疫情 日本的政府和许多地方企业主动向中方捐赠口罩 护目镜防护服等中方集市的防疫物资 一些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上 写着山川抑郁风月同天 喜悦无一与此同长 我还从网上看到一些照片 在日本的一些药妆店 可以看到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标语 东京晴空塔还专门点亮了红色和蓝色 为中国武汉抗击疫情喜愿和加油 针对个别国家出现极端歧视性言论 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 坏的是病毒而绝非是人 我还听说有日本的学校给学生家长写信 让孩子们不要带着恶意去谈论中国武汉 我想很多中国网民都和我一样 注意到了日本人民的这些温暖人心的举动 在当前抗击疫情的艰难的时刻 我们对其他国家人民给予我们的从此理解和知识 表示衷心的感谢 铭记在心 病毒无情人有情 疫情是一时的 有情是长久的 我们将继续从国际社会一道 全力争取打赢疫情防控主机战 争取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与各国人民继续开展友好交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